您好 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我是叶思雨 是逢马中建交50周年 中国总理李强昨晚抵达大马 展开为期三天的官室访问 手下安华今早率领内阁成员 在部城迎接李强 随后马中双方签署了14项备忘录和议象书 东方日报报道 双方合作议象包括落实免签证 以及新鲜流连出口到中国 此外 李强也和安华前往东铁额迈站 出席洞土里 大家知道交通是经济的命脉 中国人常说 要致富先修路 东海岸铁路项目 不仅仅是一条交通干线 他还将在促进发展 创造就业 改善民生 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柔佛王储东姑伊斯迈的随护打人案 引起警方不当处理案件的质疑 这件事情得以曝光 全赖大马龙人权益和福利倡导组织 当时发布的文告 指控警方施压龙人司机黄荣强撤案 文告也提到 警方准备了三份报案书 但没有翻译和解释 就让黄荣强签字 当今大马播客节目 记者茶水间 访问了这个组织的创办人 谈谈当时的情况 这就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可能在我们的SOP里面 我们不知道该有怎样的过程 或者是程序 我们只是相信警方 他们就是去做他们的责任 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警方叫我们签这份文件的话 我们就照样签 照着他的话去签 那就是那时候发生的这个状况 而且这龙人就是 他不知道怎么样该保护自己 所以他就很害怕 害怕到就是 我总之我签了就好了 跟着警察说的 这样就好了 无论如何 张伟毅评断 打人案过程 孰是孰非 但他相信当中有沟通问题 到底聋哑人士 在政府机构和成长路上 还面对哪些问题 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 记者茶水间 当今大马的新闻实验室 在推出重磅作品 作为纳税人的我们 你知道我国的国收议员退休金有多少吗 你知道如何计算他们的退休金吗 新闻实验室 这里就通过互动游戏 让你了解议员们的退休金数额 有趣的是 一名州议员的退休金比首相还多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 可以到说明栏里的链接 参与互动游戏 当今大马和KiniTV 作为独立媒体 资源相对短缺 但我们依然不断制作好内容 例如播客节目 记者茶水间 和数据互动作品 新闻实验室 确保读者和观众 获得充分的资讯 如果你想支持当今大马和KiniTV 我们欢迎你 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捐款支持我们 有了大家在经济上的支持 我们才能在独立媒体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随着土著团结党 终止了七名国州议员的党籍 吉兰丹州议会议长 穆罕默·阿玛宣布 即日起悬空能吉利州议席 这意味着能吉利州议席 即将迎来补选 穆罕默·阿玛早前分别收到了 土著团结党和能激励州议员阿兹兹来函 通知终结党籍的事 因此他做出了这项决定 穆罕默·阿玛也表示 悬空的议席必须在选委会 接获议席悬空通知后的60天内填补 阿兹兹同时也是话望生国会议员 他此前和另外五名土著团结党籍国会议员 分别宣布赚泰支持首相安华 其他五名国会议员是 武吉干当国会议员塞阿布·虎仙 丹荣加弄国会议员祖卡贝里 日理国会议员查哈利 江沙国会议员伊斯干达 纳敏国会议员苏海利 除了六名国会议员 雪州巴胜海峡州议员阿杜拉西 也同样宣布倒戈 吉兰丹州议会宣布能激励周席悬空后 土著团结党达西纽鲁俄国会议员 旺塞夫便要求国会也悬空团结党 六名叛将的国席 否则可能会引发宪法危机 旺塞夫在面子书发文提醒 国会下议院议长佐哈利 他说佐哈利已经别无选择 必须悬空团结党六名叛将的议席 他认为吉兰丹州议会在国内开创了先例 当吉兰丹的州议席悬空后 对国会下议院而言 没有理由可以拒绝悬空其他国会议席 汪塞夫强调 如果议长佐哈利拒绝向吉兰丹州议会看齐 那么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宪法危机 另一方面 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也在面子书贴文 感激丹州议长穆罕默·阿玛的决定 他强调穆罕默·阿玛的决定除了符合丹州宪法 也符合联邦宪法中的反跳槽法 不过能吉里州议员哈兹兹决定把案件带上法庭 挑战丹州议长悬空议席的决定 根据大都会日报 哈兹兹对议长悬空他的议席并不感到意外 但他拒绝多家评论 因为他将会采取司法行动 哈兹兹强调 团结党发给议长穆罕默·阿玛的通知书 只提到团结党终止了他的党籍 并没有触及他州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地位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订阅KINY TV的面子书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KINY TV